下面我们讲解一下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旋律写好 在关于写作旋律的时候 可能有的同学 他认为旋律 它实际上写得好坏 与你的灵感有关系 确实这句话是不错的 因为在我们古典音乐 或者流行音乐里面 很多有名的曲子 它都是作曲家 在有灵感的状况下写出的 而且这个灵感 一般就是旋律灵感 它会在某些时刻 有灵光一闪 然后脑子里面有一段旋律 然后记下来 然后配上和声 这时候写的曲子 往往是最动听的 没错 但是我们不可能 每一次都有灵感 有的时候像我们接编曲的活 接作曲的活 很遗憾没有灵感 但我们必须还是要编曲制作 像我们以后学多了 我们要更多的练习 没有练习就没有进步 那么要练习的时候 不可能每一次做下来编曲作曲 我都有灵感 没有灵感怎么办 很容易 我们可以先创作一段和声 然后听和声 在和声的基础上 把旋律给逼出来 用了个逼子 逼出来 像这里 我们就是把和声先创作出来 和声怎么创作了 只要和声前后有逻辑 什么叫和声前后有逻辑 说穿了就是听上去 衔接的比较得到 不会太突兀 这个就叫和声有逻辑 当然这个和声有逻辑 听上去不太突兀了 是相对的 有的同学 他的和声听觉没有拓展 他只适合听调内的 有的同学 近现代音乐听多了 他听什么样的和声都觉得 比较好 不突兀 所以说这是个相对的 那你呢 就根据你当前的听觉 选用你当前觉得 不太突兀的这个和声 来进行写作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旋律 像我们这个summer time 这个例子呢 就是先写和声 前奏 然后呢 把长笛声部 给逼出来 先用和声 然后写长笛声部的 好 那么怎么样写好旋律呢 是注意选用正确的乐器 以及它的优势音区 这个很重要 好 然后呢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旋律声部 它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面就是旋律声部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呢 有的地方 这里与这里 有一点空隙 大家看到没有 像你一般输入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没有空隙的 然后呢 要调整一下 这样的乐 这个乐器 它在做旋律的时候呢 就有呼吸 还要注意 长笛这里 有个装饰 装饰 半音装饰饰上去 好 有的这地方呢 音符比较长 停下来 有的地方又比较短 下来 然后呢 像波浪一样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这样的旋律线呢 是最有起伏的 当然关于旋律 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讲 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选用正确的乐器 音色是最重要的 比方说这里 我们可以把长笛改成 我们有第五轨 这里呢 我们选用 Oddwinds 这里面的一个 双黄管看一下 GM 这个 OBOE 这是双黄管 我们用双黄管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黄管 它是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 刚才听多了成底的效果 换一下这种效果也不错 但实际上 真的这种效果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效果 电子味道比较浓一点 而用了成底的这种效果 它的原声味道浓一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很明显是长底的这种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音区不在 双黄缓的优势歌唱音区里面 但是在长底的优势歌唱音区里面 所以我们要选用正确的乐器 以及它的优势音区 怎么样选用乐器 它的优势音区是什么 我们在讲旋律的时候会单独讲 这里大家只有个概念就行了 所以优势音区就是说 最适宜当前这个乐器发声的音区 听上去最好听的音区 这就是优势音区 然后刚才是改成双黄管比较效果 我们可以将音区降低一个八度比较效果 怎么降低八度 我们可以把这个缩小 选中这个音符 然后按一下Ctrl加下 -Ctrl加下向 向下的 按下Shift加向下的 然后按下Shift加向下的以后 它就降低了一个八度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在明亮的长笛声部完全丧生的特性 因为这些音区不是长笛的最适宜歌唱的音区 长笛在这个音区里面的声音比较冷漠 所以我们要注意选用正确的音区 一开始写的时候就要知道在哪个音区里面运动 否则你这样写出来的旋律就是不对的 不是说拿到一个乐器就开始胡乱写 不对 你要知道最低音不能低音了 最高音也不能高过哪 这样写出来的旋律才是适合当前乐器演奏的旋律 长笛是这样 双方管也是这样 钢琴也是这样 钢琴不同的音区效果不一样 吉他也是这样 弦乐小提琴也是这样等等 所有的乐器都要掌握音区 尤其是民族乐器 琵琶 古针等等 不同的音区效果都不一样的 好 然后注意最后良好的旋律应该是一边听和声 一边把它写作出来 一边听和声 一边写作出来的 好 也就是说跟和声一起写作出来 接着我们看一下 下面我们要模仿这种写作 就遇到了摆在面前的这个难题了 难题第一个就是具体哪一种风格对应 选用哪一种鼓的节奏以及loop型 这里我们Bossanova用的是拉丁爵士的风格 那么我写其他的他的鼓的类型 那么会对应哪一种风格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也要你选择 鼓的选择是在这个里面 打开HiveSonic 这样 点load 这样有个drum loops 鼓的循环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鼓的循环 大家可以自行选用 这是鼓选择 第二 具体用哪些和声节奏应该怎么选用 就是选用具体的和声节奏 到底怎么选用呢 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要靠很多经验 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各种各样的和声节奏 第三就是具体怎么写出这里面的和声进行 这个要靠和声学配和声了 后面也会详细讲 这些都是难题 大家要对付的一些难题 后面就要针对这些做一些练习 第四 具体怎么一步步写出这里面的旋律 旋律这个靠灵感 但是有的时候也要靠经验 把旋律给写出来 最后我们要指出来 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大的loo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大的loop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在这里剪一下 剪一下 剪 剪 点一下这个剪一下 然后选中 然后我们Ctrl加C复制 复制好了以后 拉到这里 在这里结束的地方点一下 点好了以后 我们在globe这里点一下 表示下面粘贴 是从globe这里开始粘贴 Ctrl加V粘过来 一定要点globe 否则从竖形这里粘贴 就错位了 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下 就接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loop 我们可以把长笔去掉 然后再听一下 这样就接到后面了 后面就是歌声开始的地方 我们把主奏续奏去掉了 所以大家看续奏怎么出来的 其实就是把歌曲部分的和声照抄 然后把歌声去掉 配上不同的长笔的旋律声部 就行了 续奏就这么简单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续奏的写法 然后我们看 这是一个loop 我们学习编曲 应该正确的方法是 从小的loop入手 着部制作出大的loop 也就是说 以loop为一个单位进行学习 这样有利于学习掌握 以及增强我们的兴趣与自信 很多朋友 他没有学过编曲 但是他会知道 我有一些小的loop 1645我等等 然后把和声创作出来 加上鼓的loop 这样一听了很有成就感 确实 这样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学习配鼓 可以学习配和声 可以学习和声 可以学习怎么写旋律 等等 都可以学习 还可以学习具体的曲式 所以说 从小的loop入手 这是一个最简单实惠的方法 大家不要瞧不起loop 很多同学有这样的误区 说 你这段音乐不就是loop循环吗 实际上周杰伦的歌曲里面 也有很多是loop 但是人家照样出名 所以说 这个看loop 并不是看音乐好坏的一个具体的标准 loop可以有 但是你不要loop的太明显 loop也分 loop的水平的高 loop水平的低 像我们这个例子 它就是以loop为循环的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 2到9小节 其实就是个小的loop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里 这里可以剪一下 我们可以把长笛声部去掉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是不是和声跟前面一样的 好 我们再把长笛这里 前面的最开头是去的 这是最开始 这是第10小节 也就是第9小节 因为前面空下来了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刚才配上旋律以后 再听后面 这时候loop的感觉 是不是没有那么强烈了 所以说这就是音乐的奇妙的地方 大家不要小看loop 好 那么具体的 我们介绍完这个例子以后 大家就可以小试一下伸手 这个练习 如果感觉困难的话 可以过几天学了合声 配合声 还学了怎么技谱 输MIDI音符以后再做 这个小试声场就是 以上面的例子为模型 自己创作一小段音乐 这个音乐的要求是这样的 一 中快速以四个小节为一个单位 进行loop 中快速 速度不要太慢 四个小节为一个单位 所以四个小节就是我们MIDI音符快这里 上面标的 一二三四 四个小节 然后长度为四小节或八小节都可以 最好你们从比较短的四小节开始 分为下面这四步 第一步是填古loop 在这个drumloop里面 选用一个你喜欢的节奏来进行 第二 在这个节奏的基础上 写作合声声部 要求使用自己能够驾驭的合声 注意选用正确的节奏型 第三 填写低音声部 走更音 五音 刚才讲过什么叫更音 什么叫五音 更音就是低音 最低的声部 五音就是上面五度 第四 填写旋律声部 填写旋律声部 好 然后注意要选用正确的乐器 正确的乐器 好 接着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向大家呢 稍微演示一下 做个简单的演示 怎么样写作这样的一个练习 这里呢 比方说 我们以 我们把这个工程文件 我们可以 先另存一下 另存为呢 我们可以叫做二缸一 这是我们练习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把后面去掉 因为这个太长了啊 好 接着呢 我们选第一步 选古loop 先听古loop 古loop里面呢 是在这个 drumloop里面 我们选用一种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这里 我们选定一种 我们就选这种 tech02 当然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自己选 好 选用这种以后呢 我们听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 第二步 在这个节奏的基础上 写作和声声部 和声 好 和声呢 我们这里把和声加进来 我们这里呢 就不选用竖琴了 因为它的风格呢 是比较流行一点的 我们这里可以选用电钢琴 电钢琴呢 在这个里面 一点是个皮爱了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里 节奏型要改啊 节奏型要改 怎么改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节奏型 我们这里呢 还是走更音 一 从一开始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们把这个扇歌 改一下 好 可以试试的修改 把这里改一下 就是达到心中 所想要的那个节奏型 好 差不多了 好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节奏型 然后把后面的都删掉 好 这是低音啊 低音我们要填上和声 怎么填和声呢 一三五嘛 一开始 一三五 用七和弦 一三五七 好 那么这是低音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 好 五呢 填在这 反正你就是把一三五填进去 再加个七 七呢 我们可以填在这 还有个三 填在这 大家看这几行 五行 但是我们说过 这个一 跟这个一重复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去掉 都可以 那么这样就是典型的一个七和弦 一 三 五 七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力度稍微调一下 不要每个都一样 好 接着下一小节我们可以把它复制 Ctrl加C 然后复制到这里 Ctrl加V 这里速度要比较快一点 好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一六 六 好 一六 然后复制到这里 再复制 一六 二五 然后这里 五 然后再具体的细条 这里呢 我们把这里 六呢 用七和弦 六 一三五 六 一三五 就这里 六 一 三 五 好 五在这 三在这 只要把七改成一 就行了 所以你看 制作很简单 你不用每个都调 然后这里 低音是二 刚才不是低音是 一六 二五吗 这是常见的序列啊 二 那么就是二四六一 二四六一 大家看 二四六 这里改成六 这里改成一 这里改成四 可以 当然我们也可以 二四六 一 三 这是个九和弦 我们可以用九和弦 然后是五 数和弦 数和弦更容易用高叠 五 五 七 二 在这 当然我们也可以 把二改成三 这是用六度代替五度 我们就用二吧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五 七 二 然后呢 还少一个四 我们还会把这个 一上去变成四 后面都删掉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连起来听一下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模式就做出来了 接着呢 最后 我们可以把 把贝斯加进去 贝斯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 改成电贝斯 电贝斯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这个 finger贝斯 电贝斯 然后呢 贝斯怎么做的 刚才已经说过了 一开始 走更音 一 五 一 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 好 这里呢 节奏弦长 我们可以把它缩短 可以跟它同步 这里也往前 我们可以把音符的 都调得小一点 包括这里 好 这个音符也长一点 我们拖小一点 这里拖短一点 好 然后这里呢 全部删掉 把前面的复制过来 就这里 Ctrl-C 停在第三小节 Ctrl-V 下面是6 对吧 直接往下 什么都不用调 6 1 3 下一小节 复制过来 直接改成2 2 4 6 什么都不用调 最后 是5 5 什么都不用调 5 7 2 这样就行了 如果觉得 贝斯声音不够大 可以调响一点 好 最后就是加载 旋律 把全部声部都放上去 旋律呢 我们可以这里呢 可以用一个 不用长笛 我们这里呢 可以用一个 比方说 Sex 在这里选用 然后呢 把这个 去掉 好 旋律最简单的 写法呢 就是一开始 我们是 1 3 5 那么呢 我们这里呢 可以 使用正确的音区啊 这个音区呢 在中音区 是在中音区这里 这是它的一个音区 我们使用的音色 好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 因为节奏比较跳跃 所以旋律呢 要优长一点 多听和声 把旋律逼出来 好 这我随便写了一段旋律啊 都没有做过准备的 然后呢 可以调节一下音 好 基本上呢 旋律 当然还要做更多的推敲 你要想写出好的旋律呢 这样随便写呢 是不行的啊 我只是做 说明 做一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直接的 把这个音符输下来 然后看旋律怎么构成的 然后这里又是个 所以旋律不要乱写 它也是有节奏型的 这就是呼吸啊 这里跟这里是 密度音符差不多啊 把它延长一下 好 然后这里呢 注意这里有个 91号控制器 91号控制器 叫做什么 E-Depth 这是混响声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调了混响的 混响比较大 这里就是把Sax 加了一点混响 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 细致的MIDI操作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讲解了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例子呢 最后再听一下 我随便写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仿照 这个小事生手作业里面 大家可以看 其实写作并不困难 后面都一样 这就是四个小节的 一个循环 然后呢 做完以后呢 你可以保存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作业 好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没有讲任何的阅理 只讲了一些 最基本的概念 大家就可以把音乐写出来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例子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讲解 正式的这个音乐 怎么制作 首先呢 是怎么样把单音旋律 记下来